我們都是母女的一種感情一般 她很疼我 我也很疼她 二十年了 差不多二十年了 姐姐都說我也是屬馬的 我帶你四輪 我都不知為何我們兩個一拍直合 姐姐你如何選擇你的服裝呢 她說場所唱什麼歌詞 可以和衣服顏色 或是圖案 譬如她說要知道這是尾 或是知道那首歌會去到一個很高音 它很澎湃的 這裡有奏 就是要動一下 會覺得很有氣勢 所以妳還想rah 喔 她已經很早期自己策劃 自己數據自己的表演 自己去思考歌的流程 歌詞和唱國的台風和衣服有多麟合 才會 Dylan waur 就是我都是韋托 folks 我不會有個腦筋去做 所以從六十年代 一直都是她自己在插畫 當然我自己也看過她在大舞台表演 她是一個很有氣場 很霸氣的表演者 姐姐在小圍場走得很遲 你問她的感情 她說我是被人照顧的 你便會覺得 為何你夠膽說 以前心知但不會說 她便會說我是被人照顧的 沒有 就是這樣 她是很 就是這樣 我為何要藏起來 我為何要躲起來 她不是普通老人家 我覺得我們很喜歡 有很多東西可以跟她說 她不會標籤你的 尤其是做人越久 你越容易標籤人 或是一件事的看法 但她不是 她便會很留心聽 你可能會寄出一些想法給她 所以 為何我們一直都可以 一直都可以對話 就是這樣 她因為服裝 她其實是說香港很多不同的故事 你想想她見證香港 從六十年代一路演變 進化到今時今日的香港 我覺得她的服裝 都是在說故事 她有一個裁縫的女士 一直都有合作開的 叫謝小姐 她說謝小姐已經改過她的衣服 因為她說好的布料 為何她很值得去投資 就是因為你可以穿到永遠 可以一路穿一路變 所以她會跟謝小姐一路在構思 因為潘姐姐很怕悶 她不想重複又重複 所以她會在服裝上 動一動的點子 就說不如我把這個 就變成一個項巾 還是我在下面有些鬍鬍的動 跳不同的歌可以動 看到有些動作在台上 她會一路跟謝小姐一路在溝通 在那裡聊 怎樣可以去 她說環保一點 在上升 我說對呀 你很早期正在做這件事 我自己喜歡就是她私底下去 因為最溫暖 最沒有距離 她工作的時候很有把氣 很兇的 有一次十多年前在澳門 她就會拿一麥克風 到處罵人 哈 因為她很有要求 很專業 所以跟她做事 你會感覺到有壓力 但在私底下 她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那姐姐是有說我的衣服的 因為她經常說 你知道 姐姐是穿長衫和旗袍嗎 她經常說我們這些 鬆臂臂 又不穿皮帶 又不會警惕自己 又寒背 你知道 因為我這幾年有做陶廁 所以經常都寒背 她就說 如果你穿長衫和旗袍 你就 無論你有沒有修養 你粗魯也好 沒有禮貌也好 皮好差的霸道也好 但你穿長衫和旗袍 你就身不由己 你就一定是收腹挺胸 一些動作不能太大 你個個就變得很有修養 幫助 RED Lic不給你